我想許多人一生中 鬥爭的那種時候 希望自己有粉絲 是個受眾人愛戴的人物 在阿甘妙世界之中 我要講的不是大明星 而是小粉絲 嘿嘿大家好 我是MIMO講歐美動畫 我是科基 今天我們到阿甘妙世界之中 來講了裡頭的一位角色 莎莎 在開始前一樣啊 今天事情 第一 是這些劇情與個人心得 其餘更多更詳細的 可以關於原動畫 第二 請忘報雷注意啊 害怕的人情緒避難 那我們開始吧 進入劇情講解前 得先來說一下今天的主角莎莎 是一位冰淇淋女孩 對任何事情都看起來極度樂觀 然而 就是這樣一位女孩 成為了阿甘阿達的粉絲 甚至對她們有所好感 不僅如此 她的許多想法 例如BL想法 也常常影響到阿甘妙世界的劇情 她也曾經運用自己的想像力 創造出一個更神奇的阿甘妙世界 那麼 這位熱愛動畫漫畫的女孩 她的故事是如何 就讓我先來帶你們觀看第三季的某一集 那一天 阿甘阿達又不知道發什麼風啊 把自己家的柵欄撞壞 口中碎念自己所剩的時間不多 兩人橫衝直撞 撞倒一切阻礙他們的東西 途中 他們遇到了莎莎 那位冰淇淋女孩 那位冰淇淋女孩 但時間也所剩不多 阿甘阿達也沒空離她 直接忽略她的招呼 呼嘯而過 但莎莎就像Undertale的Sense 下個畫面 她又出現在自己眼前 不斷的打招呼 即便他們把莎莎打爆 她還是能出現在阿甘他們面前 甚至同時出現兩個莎莎 最後因為莎莎 導致阿甘他們來不及 達到自己的目的 原來啊 阿甘他們得知彩虹工廠會在之後爆炸 於是他們想要在爆炸前去拯救工廠 殊不知 莎莎的煩人讓他們來不及趕到 最後工廠爆炸 水流遭到嚴重污染 即便這樣 莎莎還是不斷的開玩笑 阿甘阿達整個憤怒 差點沒把莎莎宰啊 但今日的莎莎 真的煩 她不斷想要靠近那兩人 想要開話題 想要與他們更加親近 簡單來說 莎莎完全迷上這兩人啊 呃 甚至想要阿甘阿達為了自己打起來 也準備跟蹤他們兩人 當個超級變態跟蹤狂 是我都覺得有夠噁心的 超級可怕 從這時開始 她真的開始跟蹤阿甘他們 不管是窗外 衣櫃內 甚至是車子底下 都是莎莎的藏聖地點 她無時無刻都在監視著阿甘他們 當然 阿甘阿達他們 所經歷的所有事情 像是前幾集發生的劇情 她都有到場了並合照 只是阿甘他們並不知道而已 不止如此 還會穿著他們的衣服 偷偷趁他們睡覺磨著他們 最後她也批出一張 她同時與那兩人結婚的照片 而這期間的所有跟蹤 她都有拍成影片 並最後給阿甘他們看 看完這一切的阿甘他們 整個人就傻眼啦 這時他們決定要好好跟莎莎談一談 要莎莎不要再這麼做了 這讓莎莎含著淚離開 他們也發現 莎莎多麼在乎自己 因為自己是最初與她交談的人 她也畫了自己與他們所有的事件 阿甘阿達意識到這件事時 決定要好好的讓莎莎開心 想要按照莎莎的愛情劇本走 這招完全有效 莎莎不再流淚 三個人一起按照莎莎腦內的想法走 最終 三個人重修就好 繼續當個朋友 而這集 也就這樣結束了 老實說啦 我在看完這集的時候 真的覺得莎莎超級詭異的 從她剛登場就覺得她很奇妙 結果這集看完就覺得她更怪了 她常常看著阿甘他們兩個傻笑 就如同那集的標題一樣 The Fan 超級大粉絲 雖然不知道她是哪裡中邪 才會變阿甘他們的粉絲 但可以肯定的是 這女孩很恐怖啊 當然 她還是有可愛的一面 那就是喜歡自己畫畫做文章 天知道 連著可愛的小興趣 都讓阿甘他們快瘋掉了 原因無她 又是跟超讚小店有關 而這一次 莎莎的驚人想像力 震撼了阿甘阿達 故事說回到第六季 鏡頭在詭異的停車場 警察們將車子快速的開到一台貨車旁邊 而我們最常見的甜甜圈警官 擺出嚴肅的模樣 像極的想要認真辦事的警察 她一開口 就要貨車司機拿出駕照 而這個貨車 便是我們所熟知的超讚小店 司機也很配合馬上拿出駕照 誰知道 是個尾罩的醫生執照 警察一看到就要對方把手放下 並讓自己的同仁打開貨車後面 想要看有沒有更多的危險物品 當然 這可是超讚小店耶 一把雨傘 一打開就是會在裡頭下雨爆雷 讓你被電到子...子叫啊 一個玩偶 雖然會唱歌 但唱一唱 就把你的靈魂跟他的對調 甚至還有阿拉丁的神燈 能夠實現願望 只不過有點極端就是了 那些物品幾乎把同仁們給整慘 誰知道 裡頭還有太多太多物品 還我們得叫支援阿 才能把東西給清查完 鐵人圈警官想要把司機請去警局 對方竟然拿錢會弱沒笑 直接開車閃人 而此時 莎莎正從家裡拿出自己的雜誌 火車此時正在逃跑 直接從她眼前閃過去 這時 莎莎發現掉落了一本筆記本 這本筆記本甚至有卡通頻道的標誌 而警官們發現一閃而視的莎莎拿著危險物品 想回頭去找 但太遲 他們得要重新調查莎莎是誰 在哪裡 才能找到她 此時的莎莎因為撿到一本空白的書 而感到無比興奮 準備要在上面寫出屬於自己的超讚小說 而這個 整個改變阿甘妙世界啊 他筆下的文字都成真了 例如讓阿蘭也就是巴拉跟紙片女劈腿 站在超商的阿甘阿達 看見各處詭異的CP 甚至奇怪的現象感到十分疑惑 就連我們可憐的賴皮 都被寫成要跟小老師求婚 反正這個世界上 看起來超級不配的CP都被配在一起 而且都被迫接吻 景象看起來都超級奇怪 此時 更詭異的事情發生了 出現完全不符合這世界的畫風的兩個人也就是阿甘阿達 自稱是阿甘的表弟跟表弟女朋友 甚至還會自己說自己的背景故事跟口頭禪 眼前 更出現讓阿達完全無法接受的景象 另一種畫風的大人阿甘 與大人小倩依偽在一起 甚至生了小孩 這讓阿達大聲尖叫 更比說另一邊還有性轉的阿甘與阿達結婚的畫面 這讓他們肯定一定發生什麼事情 而線索 就在那些人物旁邊漂浮的文字 上面清楚的寫著 這是莎莎的傑作 阿甘與阿達也急忙衝到莎莎的房間 然而莎莎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麼 他向阿甘他們解釋筆記本是怎麼來的 才剛講到貨車 他們就會聯想到超讚小店 畢竟那也是阿達被大隻買回家的地方 阿甘他們拉開窗簾 讓莎莎看見自己的傑作 莎莎雖然內疚但也非常開心 阿達怒吼著要莎莎恢復這一切 莎莎馬上把其中一頁揉成球 誰知道 這使那一頁被寫掉的東西 更變皺巴巴的樣子 莎莎還撕成一半用火燒掉 這讓那個角色直接被燒成灰燼 阿甘他們意識到 毀掉子並沒有用 唯有重寫才有用 此時警察還敲著門要查水錶 莎莎他們知道時間不多 可惜莎莎的靈感已經用完 只能交給阿甘他們來重寫 然而這更糟糕 他甚至不小心讓小老師他們眼睛看不見 總之 阿甘讓這一切變得更壞 當然還有寫一些不錯的文章 那就是創造一些能夠阻擋警察的障礙 然而這一切都沒有用 警察還是來到房門口敲門 而筆記本也只是他最後一頁 此時的莎莎也想到辦法 他將紙筆搶了過去 寫了一回 阿甘阿達 突然說著愛莎莎並親對方 同時 世界也變回來了 原來 莎莎寫的便是 阿甘與阿達愛上莎莎並親吻他 但這一切都並不重要 因為 只是同仁小說 沒錯 最簡單的寫法 直接否認之前發生的事情 同時 也滿足莎莎自己的慾望 那就是阿甘阿達親吻他 而這集 也就這樣結束了 好了 不知道各位覺得如何呢 我認為莎莎這位角色做的也甚是不錯 他常常出現在背景 看似非常入人 但一有屬於他的極數 他就會整個瘋起來啊 當然 他不像莉猴那樣耍白癡的樣子 而是用更加有特色的方式 詮釋何謂莎莎 簡單來說 就是我前面提過的阿甘與阿達的超級大粉絲 他不管怎樣都想要看到阿甘與阿達 為自己而爭鬥 為自己而著迷的模樣 阿甘他們只要說A 他就會跟著A 這就是莎莎的風格 同時 他那富有想像力的CP組合也讓我們笑到肚藤 像是阿甘與小千的組合 看起來就超級有愛的 總之我認為 這位角色 乃至於阿甘妙世界的所有角色 都特別有創意 甚至是有特色啊 他們不會因為哪位角色過於鮮明 自己就被掩埋掉 也不會因為劇情太少而被大家遺忘 阿甘妙世界 總能完美的只用一兩集 就讓這位角色深入大家的腦中 讓大家知道 他也很好笑 這就是為什麼他可以頂著卡通頻道四大柱之名 打出自己的名聲擴及全球 最終 讓我們看到他 那麼各位 還有什麼想看我介紹的人物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讓我知道 讓我看到 我有看到有能力都會做的 就像萊皮那部影片 如果是大家想看我介紹哪部動畫 也都可以讓我知道 我有機會 一樣會做 好了 今天影片到這邊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按下喜歡 訂閱 開小鈴鐺 也別忘了追蹤我們的IG跟FB唷 那麼我是科基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囉 我們下一個小時呢 後來 我們下一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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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很有趣的 是一個小時